大家好,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12月25日。星期一,今天是圣诞节。现在的中国连同香港在内,就像是一艘铁达尼号。大家有没有想过铁达尼号什么时候会翻身?现在还没有。一百多年前的铁达尼号沉默了。什么时候会反弹?什么时候会翻身?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,有很多人会觉得不是的。我们不要那么灰心,看得那么淡,但是现在由中共带领的这艘铁达尼号已经撞向了冰山。而我们在撞向冰山之前,其实已经提出了警告,包括在2019年香港发生的时代革命。最后当然是失败了,被镇压了下来,到了香港立国安法。 由这一刻开始,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共的这艘铁达尼号已经开始撞向冰川。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 当然,香港就是这艘铁达尼号的其中一部分。其实有很多香港人都看到,要撞了,我们要走了。 当然,因为铁达尼号上面有很多救生艇,有很多人已经提前走了。但是有大部分人都认为没事,觉得铁达尼号这么大,怎么可能会沉默?不可能的。 所以,有很多人不相信。结果走的人有很多。其实在中国,也是有大的人离开。 当然,幸运的可以拿到救生艇走人。不幸的就是,还有人在船上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。甚至还相信了他们的宣传,没事的。 大家不用怕,只是小事而已。我们的船坚固得不得了,我们领先全球,我们稳中向好。 行稳致远。没事的,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被误导了。铁达尼号分很多层。 头等舱可以参加宴会,可以享受豪华美食,有专人侍候等等。 二等舱也不错,三四等舱就差一点。 最惨的就是在下面底层的人。但是其实,整艘船从头等舱到燃料舱。最终,他们也逃不过彻底磨顶的命运。 而导致彻底磨顶的实际上,就是那个掌舵人。那个人叫做习近平。 大家如果不关心政治的话,根本看不到真相。 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,说经济不好不要紧,肯定可以翻身。 肯定有反弹的时候,又或者是说你也看得太大了吧。 怎么样也会有点反弹。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信心。 任何人做生意,搞投资买卖讲的就是信心。 包括你去光顾一家餐厅。 如果你知道那家餐厅好像八仙饭店一样, 那你还敢不敢去光顾? 你怎知道他有没有给人肉你吃? 又或者是好像电影《伊波拉病毒》里面的《黄秋生》那样。 那些猪肉被他搞过。 如果你知道了的话,那你还会去光顾吗? 当然不会。 所以道理很简单,你连去光顾一家餐厅都要考虑这么多, 那你说信心有多要? 现在的问题就是,大家对这艘船已经失去了信心。 而这艘船已经是实实在在地撞到冰山上了。 船头已经撞到了冰山了,没有办法再启动了。 但是船长告诉你,船上的广播告诉你, 没事的,我们很快就会修理完毕, 我们还是稳中下好,只是受到外围因素影响而已, 我们本身没有问题,那究竟外围因素如何影响到你? 甘肃地震是美国老干的吗?现在那么冷? 冷风从西伯利亚吹下来,也是美国用气象武器老干的吗? 那么,为什么你们知道而不去反击? 你不是也会用间谍气球去监视美国吗? 美国老能做得到。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? 又或者是你那么了不起? 那你为什么不把冷空气吹到美国去? 你们不是做得到的吗? 北京奥运的时候晴空万里, 是你们发射气象火箭, 把所有的云给轰走了, 这样就不会下雨了, 也不会阴天了。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会把冷空气吹走? 人定胜天不是你们说的吗? 我一直都在苦口婆心地劝告大家, 香港自从经历了2019年的721事件之后, 我彻底改变了对香港的看法, 尤其是对楼市。 一个政府居然会叫做黑社会去殴打自己的人。 所以如果不把统治者枪毙的话, 这个政府就根本没有救。 就像韩国, 当年韩国发生光州事变, 当时政府就叫做白骨党, 就是南韩的黑社会去殴打示威者。 而警察是在配合他们。 香港也是一样。 如果这个政权的领导人, 包括在当时发号施令的人, 包括卢伟聪在内, 即便他已经退休, 说他没有份, 但是这些人都要判死刑, 抓去枪毙。 如果不判他们死刑, 这个国家和地区根本就无法翻身。 韩国在全面民主化之后, 就把他们的前总统全斗换, 还有卢泰宇都判了死刑, 1988年汉城奥运的时候。 卢泰宇还是总统, 他招待了无数前来参加南韩汉城奥运的政要, 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判死刑。 当然他最后获得了金永三的特赦, 所以一个地方如果不做出大改变的话,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不会回来, 因为对你丧失了信心, 南韩成功转型, 所以他的经济起飞, 之后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。 南韩人各个捐金救国, 为什么他们愿意捐金? 因为他们对国家有信心, 他们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可以翻身, 所以南韩不是一艘体大尼号, 可以成功翻身。 今天,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,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, 但真正的问题是,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,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,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, 不需要多个订阅,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 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,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 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?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, 而香港跟大陆已经绑在一起了, 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。 这个命运共同体就是, 大家都是铁达尼号上面的人。 香港有一部分的人在头等舱, 有一部分人在二等舱, 三等舱, 每个舱都有。 当然也有一些是底层的, 在燃料舱。 中国其实是一列高速列车, 也是一艘铁达尼号, 推动这艘船全靠燃料。 而这些燃料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, 他们不是人矿, 或是说他们也是人矿, 他们这些人矿就是被放在燃料舱里面, 用来加速这艘船, 或是是这列高速列车, 它能向前走, 主要是因为有一大堆燃料让他们进行加速。 而这些燃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, 还有香港的市民, 在燃料舱里面的人当然是没有选择权, 他们的命运就是被人塞进炉子里面, 用来加速这艘船, 或者是列车。 我们早就警告过大家, 这艘船已经撞到了冰山上, 这一回真的要出事了, 完蛋了, 当时我已经警告过大家, 香港出现这样的情况, 所有人的信心都会寄失, 当然不是马上失去信心, 之后人们还会继续到元朗吃饭, 要知道, 元朗这个地方真的是生人物鸡, 但是人们还是照样去吃饭, YOO, West推出了新楼照样有人买,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买,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, 现在买YOO, West的人将来都会成为负资产, 将来这些楼的价格会跌一半都不止, 甚至现在在香港的任何人, 哪怕你是用正常按揭买楼的, 都会成为资不抵债的负资产, 你的钱会输得一分不胜, 为什么? 因为现在在香港买楼, 就等于是在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之后, 你乘坐着一艘舶船登上去, 正是天堂有路, 你不走, 地狱无门闯进来, 其实有很多捞底的人, 等于是在铁达尼号的二等舱, 现在只要加五毛钱, 你就可以升级到头等舱了, 然后他会告诉你升级很划算, 但是无论是几等舱, 或者是三等舱升到二等舱等等, 捞底的就等于是铁达尼号里面的人, 但是现在让你再怎么升也没有用了, 因为船快要沉了,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船要沉了, 因为船实在太大, 他们沉醉在舞厅, 夜会厅, 高级餐厅里面当然觉得没有问题, 问题是我们老早就告诉过大家, 在2019年9月左右, 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判断, 就是香港的楼市要完蛋了, 香港的牛市也结束了, 最终因为中国的一个错误决定, 习近平的决定就是将整个中国, 还有整个香港毁灭, 毁灭中国就是由香港带起, 为什么? 因为就是信心问题, 全世界终于看清楚, 原来你们是一帮贼, 一开始看到你穿了西装, 打了领带, 人家还以为你是正常人, 但是原来你不是人, 而是贼, 甚至连贼都不是, 而是一只妖怪, 你这个妖怪怎么能跟我们混在一起, 而且你这只妖怪还要跟人类争霸, 要统治这个世界, 人们当然是不会鸟你, 当然, 美国政府没有我看得那么清楚, 他们如果好像我看得那么清楚的话, 老嫂就动手收拾你了, 因为现在的中国跟纳粹没有分别, 他就是要侵略全世界, 他就是要统治全世界, 这是习近平的心,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心? 因为所有的数据告诉他, 他已经具备这个条件, 他足以吞并这个世界, 而且一直以来都很成功, 直到乡党提醒了全世界, 不对, 他们正在做的事就是要侵略全世界, 他们对香港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, 那他对全世界也一样, 甚至变本加厉, 香港帮助中国改革开放, 使中国由家徒四壁, 由赤贫的阶段慢慢致富, 慢慢改善生活, 慢慢发达, 引入的外资有七成是经过香港, 香港对中国可以说是恩同在造, 当时的苏联评估, 如果苏联有一个好像香港一样的地方, 苏联就不用解体, 所以很幸运, 也很不幸, 不幸的是香港, 幸运的是中国, 是中共, 中共因为有香港这个地方, 使得它不会在文革结束之后迅速崩溃解体, 所以它毁灭香港的同时, 也等于是毁灭了自己, 就等于掌舵的方向错了, 为了要毁灭香港, 却把整艘船撞向了冰山, 毁灭香港的后果当然是很严, 这是一个报应, 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报应,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, 还有资产在铁达尼号上的朋友, 你们如果不上救生艇的话, 迟早会完蛋, 我已经提醒你们很多年了, 所以千万不要怪我, 用任何价位买的都会成为负资产, 都会变得资不抵债, 只要你借钱, 你就会资不抵债, 最后的警告严寂于此,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的苦心,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,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, Patreon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,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,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